大家好,我是Coco 我是一名咖啡师 在这个F&B的行业里面 作为咖啡师已经有八年的经验 其实还有一个叫Liberica Liberica的话 其实马来西亚是有它的种植地的 它是在Johor 那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地区咖啡 其实也蛮强的 就是我们那些咖啡店 喝到的咖啡那些 那这些咖啡通常他们都是用 Liberica跟Robo Star这两种咖啡豆 其实主要就是他们的那一个 咖啡豆的成本会比较低 所以他们会比较喜欢用这两种 那这两种呢 因为它的咖啡风味比较单调 比较单一 所以通常炒豆的人 他们都会把它炒得比较深的烘焙 所以它可以把比较多的那些不好的风味炒掉 留下比较多的那些是 焦糖那种就是苦味 那种我们有时候吃烧烤的那种焦香味 但碳火的那种香气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的地区咖啡呢 他们是很喜欢用马尔药来炒咖啡豆的 马尔药就是植物油 对 植物油 植物油不是牛油 因为牛油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 但是植物油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咖啡店买咖啡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其实上面有浮着一层的那个油脂 其实它不是咖啡本身的油脂 它是马尔药的那个油脂 那其实这个喝多对身体不好 但它的香气很好 所以你看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就是 地区咖啡店的这种咖啡啊 咖啡店这些 因为它真的很香 但其实这个对身体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没有这么好辣 对 那这是我们怎么可以喝到Liberica的部分 但当然现在其实 不只是地区咖啡店会有用Liberica的豆子 Johol他们的这个咖啡豆腐呢 其实他们也有在努力的去把Liberica的风味呈现得更好 那其实有渐渐的在进入那个 specialty咖啡的市场 有机会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去找看来喝看看这样子 嗯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